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区里有新成立的八南花部落小学 见证小林大爱的孩子在这里长大 这里是半年好读的端点之一 因为孩子下课后 仍然需要另一端的大学办陪读成长 学办计划 网路客服的计划进来了 佛能大学跟中华电信合作 用大学生 用网路陪伴着孩子 网路就像一条旗带 连接着生命跟学习一直到现在 走进高雄西子湾会馆 辅仁大学台湾偏乡教育关怀中心 吕慈涵主任 为全台各地而来的客服据点教师们 主持互相介绍的简单仪式 有来自屏东 台东 台南 花莲 桃园等地的教会神父 修女 书屋的主人 都是半年好读小学办最重要的校外教师 中华电信这么赞 赞 主人大学好不好 好 半年好读有不有 有 老师们步行到高雄战恶库码头 高雄市文化局专业服务人员 引导老师们搭乘文化游艇 展开端点教师的互动与交流 沿途的海港风光 山上的神父和偏乡社区的老师 都是第一次的初体验 看着一个货柜接着一个货柜堆叠起来的大船 台湾山上的好物 还有科技物资 随着巨轮航向世界 老师们下船的地点是高雄市虹毛港文化园区 这里有古色古香的闽南文化 大家在三个院前驻足 留下半年好读端点教师 到此参访的歉影 即使住在高雄也没有来过的大爱村客服老师 分享自己与孩子成长的欢喜点滴 经过这样子一个礼拜两次 然后小朋友固定时间 他们会反而会更积极 然后因为大学办在线上等他们 不得一定要来 所以他们也会很积极 都主动就不会迟到了 现在都不会迟到 以前都是慢慢要吹吹 现在不会了 教育不只是百年大忌 然后你必须是一个热忱 所以热忱怎么来 就是当没有经济小心支持你 你还愿意继续投入的时候 那才叫做是真的热忱 红毛港的行脚在导览人员的解说中 持续进行着 但被邀请参与的老师都在想 要是孩子也能来该有多好 他们处处为孩子着想 成就了半年好读不可能的任务 让他们觉得说 自己不是只有走哪些路 而且也对学习 就算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 在这些年间我看见到的是 孩子们在学习上面不会放弃 就是给我们部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那种 大的改变 可能小时候会比较不懂 会觉得上课很烦啊怎么样的 可是之后长大就觉得学习很重要 对然后就会希望 因为我有经验 所以我可以带着教会的小朋友 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说 要怎么学习 就是认真这样 花莲有几位提供空间 当作小朋友接受客服的书屋 老师们用心打造 让孩子可以留得住的学习环境 小朋友在我们的一个教室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愉快的学习跟生活 有很多的一个那个 属于山西的一个视讯啊 还是教学 都透过那个福音大学跟中华电讯 不管是小的孩子 或者是大的孩子 或者是我们一些部落的 这些起老们 都把这个教室当作是家 然后我们从家开始出发 然后就让小孩子跟起老 都可以有传承这样子 除了物资以外 在教学上面 学业方面 我们也给他们很多的 学习的管道 让他们学习到更多 他们学不到的东西 那经由中华电信服人 大学关怀中心 给他们更多更多的 可以直接去获取 直接去取得 直接去得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 先加入的台南端点 拥有慈善机构的社工背景 主任带领团队陪伴孩子 因为参与半年好读计划 找到了留下孩子的方向 那透过网路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建立起孩子成长 很好的一个契机 然后我们的孩子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从不爱学习 然后开始慢慢的 接受学习 然后他们能够跟大学办 他们互相的交流 神职人员投入半年好读行动 并不是偶然 而是教堂几乎是偏乡孩子 另一个学校 身父和修女的参与 让人更安心 孩子除了学习 及宗教信仰心灵的陪伴 有了一个家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 彼此间的互动 产生很多的正能量 跟正面的学习 所以我想就是 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 这可能就是 大学生期待 互相波罗小孩子 能够再透过教育 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跟品德 觉得自己变得更有自信 小朋友就是自信方面 有更多的就是感表达 加入不久的伙伴 位在桃园的大园 这里接受客服的孩子 被老师称为繁华国境的边缘人 半年好读把孩子留下来 不受国际航班影响 奠定了学习的心智 大部分的小孩子 来自那个家庭功能 就是失能的家庭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看教会 可以帮助多少 就帮助多少这样 变成他们 因为有多元化的上课情形 所以说会变成比较活泼 也比较有自信 参与本次两天一夜 端点伙伴交流活动的老师 有的走过半年好读 十多年来成长的岁月 有的则急需尽快加入系统 每一个渴望和回馈 心心念念都是孩子 福人大学台湾偏乡教育关怀中心 吕慈涵主任 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 与中华电信及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合作 用网路取代马路 温暖孩子的心 也成就大学生的社会实践 我们正在开启这一条 从零岁到九十九岁的远距陪伴 再一次的感谢中华电信 感谢各位工艺经的前辈 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我们大学跟中华电信 愿意吸走大家一起做台湾的家人 高雄港的落日 送往迎来一船又一船的巨轮 或唱其流的运转车 如同原本也走向西洋的偏乡孩子 有了中华电信和福人大学的投入 可以让网路物尽其用 让大学办人尽其才 在岛国的台湾 成为比全世界遇到疫情后 还要提早十年的远距教学典范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